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的电影快评要与大家谈谈最新的好莱坞大片《水行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经历了2016年,蝙蝠侠大战超人的滑铁炉意义 电影的口碑与票房都不尽人意 《水行侠》这位电影公司华纳于DC2018的重头戏 即表现不得不让人拭目以待 为扭转DC漫画系列改编,戒二连三的败笔 《水行侠》这么一部电影,不可为不身负重任 《水行侠》的导演温子仁这一仗,算是打得华丽 对导演Zack Snyder与蝙蝠侠大战超人的前车可见 因电影公司高层过度的干预而影响了电影最后的数字 温子仁在合同上的要求了更多的话语权 兼拥有电影最后剪辑的完全权利 让导演可以在片场及剧情安排放手去拍 电影的剧情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依照英雄电影的一贯套路 温岛尽可玩出心意 其中靠的不外是其特特的美子 一番英雄电影一贯的暗黑风格 《水行侠》用色亮丽 五彩斑斓得有点熟不可耐 多场水底亡国的世界 尽亮得好是天空 水底亡国的霓虹灯世界 尽可避美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 当然电影也为这给出了牵强的理由 电影也做到了高潮迭起 奉上了接二连三的动作场景 居点满满,没有喘息的机会 一副生怕会带惰了观众的模样 电影节奏快速推进 镜头的快速运转 实在是赚得我有点眼花目眩 特别是动作场景的镜头运转 及动作指导 都可看出制片主的用心 无论是角色单独贴身打斗 或片尾的千军万马大阵仗场景 都可看出电影公司砸了大钱 制作主卯足全力,同手无期 其实这些都很好地 演示了电影剧情的单薄 不要奢望词片会有深厚的感情戏 或对人性深入的探讨 电影甚至有一些说不过去的逻辑硬伤 奉上满满的感官吃鸡 让观众嗨翻天 是我才是词片的宗旨 如十分满,我给七点五分 这是一部十分有看头的商业电影 温子仁以一位亚裔导演 竟能在好莱坞做到这个格局 不可谓让人敬佩 但爽翻了,害够了 下一部续集要再怎么拍 这应该有的伤脑筋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点赞 及订阅我的频道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